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分享生活藝術 唱談健康人生 張瑪麗 帶你一同走進美麗人生 帶你一同走進美麗人生 嗨 又回來美麗人生張瑪麗 剛才大家聽到這首歌 真是非常夏日 如果你真的很熱 其實全世界都是 剛才這首歌是王妃和張學友合唱的 挺輕快的 其實看回全世界這個熱波 是真的很厲害的 各個地方有些歐洲 你都知道一個國家有幾千人 是因為熱死的 在歐洲國家他們不是很流行 每個家都有冷氣 不同我們香港或者東南亞地方 所以有些地方甚至有火燭 有山火 美國又有水災 所以我覺得地球村病了 很糟糕 Mary仍然現在在香港 不過我都在八月 但八月中到我便會飛去澳洲 澳洲現在應該快要春天 應該是春天 十多度便會舒服些 我主要這次去和一些做餐飲業的朋友 他們有一個叫做餐福的全世界 我現在去的那個他們叫做食福的 沒有所謂都是同一個字 都是說吃東西的 做餐飲的朋友 在他們的不同的活動裡有些演講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個朋友給我一些資料 可能你都會看到 如果你看到的 你就當大家提醒互相關心 就在說退休 我們常常叫做姐姐哥哥 即是老友記 例如你六十歲至七十歲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幾件事 他說原來很多人 尤其是過了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 這些人最要特別小心的 尤其是六十五歲 他說是一個關口 很多人因為走樓梯不小心跌倒 我最近跟一個朋友走的時候 他六隻的 就是落樓梯 不知道他掛著看手機 還是我在前面 他在後面 幸好他跌的時候沒有摸我 要不然我都滾下去 他就是最後那級錯了 即是他不知道做些什麼 分心還是怎麼說話 就錯了那個級 就是整個坐了落地 但是真是感恩 他落了地 他就不是跌倒的 是順著地下來 他算是幸運 因為很多人都是因為一跌到 其實就開始有人退化 即是我們去到某個年紀長者 就千萬不要跌 就算你平時多生悶 多硬正都好 一跌 你立即就會好像慢慢慢慢退化 所以這個特別留意 那這裡就有說 有些事情我們真的要注意 千萬不要做 即是可以不要做就不要做 因為這些會真的影響我們健康 還有最糟糕的一件事 就不是短暫 而是他會影響你以後 那最近我又聽到一些朋友 即是經常都說 舉個例子 你在家裡 那香港就很流行用救命鐘 我們叫救命鐘 就是多數的長者都會有一個鐘 帶著在身邊 那有些什麼事就立刻按 比如說可以按了之後 就會有人就看看 究竟你要叫白車還是怎樣 那這件事我覺得 是很值得鼓勵的 好了 先講第一件事 就是我講過的了 就是走樓梯 走樓梯上和下 盡量少 即是說 其實你去到某個年紀 在美國就好了 美國就不是很多家 都要上樓梯的 最多你都是兩層這樣 但如果你家裡 有很多分層 有些是五六級 分一層 五六級分一層 那些都要小心 還有一跌樓梯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除了是 譬如那些 脊骨 手手腳腳之外 最怕就是頭和頸 他說這些一跌了 就很糟 所以你自己可以考慮 你說我都差不多一年多 那可能真的搬去 那些公園住 是不是 還有電梯 盡量家裡少放東西 不要放那麼多東西 如果不是 一個不小心勾到東西 就連傢俬都是 那些傢俬的腳 會屈出來 那你走的時候 其實經常都碰到 碰到兩三次 你不跌 其實你就已經是警鐘了 你就要知道 可能有些傢俬 我也要換 那第二件事 他就說 原來有時候 我們都還開車 是不是 我很多朋友 八九十歲 都還開車 有時候 在外國更加 那就注意 你開車 走路 或者突然聽到聲音 就不要急 一下子轉頭 他說 當我們轉頭的時候 其實頸 我們始終會退化 到你某個年紀 現在我說那些五六七十歲 那些 所以如果你是很健康 那你都不要太快 總之 但是你可能比其他好一點 但是人始終都會退化 那他就說 不要那麼快轉頭 就是不要突然轉左轉右 就是轉左轉右 否則很多時候會扭到頸 最糟糕 你就是太多快的動作 你知道我們 頸後面那幾個骨 有些軟骨 一下子之間 扭到就不好了 那這方面 好 另外還有一件事 第三件 第一件事 不要上樓體那麼多 最好盡量 越減少越好 第二件事 就是不要那麼容易轉頭 就算叫你也好 樣樣拖慢一點點做 急什麼呢 不用這麼急 第三件事 就是不要注意一下 譬如有些東西 掉落地 你要收拾的 其實我們經常都教工業安全 那些都有講的 就是 最好就是蹲下收拾東西 蹲下之後 你起床又不要蹲起床 尤其是如果你做運動 或者怎樣 蹲得久 坐得久 起床最好慢慢扶著起床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你一彎腰 就是頭向下 那些就特別注意了 千萬不要那麼快就蹲起床 因為我們的血 是要有時間才蹲上去 因為你屈了下來之後 其實那些血就向了下面 那你要在心臟再蹲上頭 很多時候 我們始終年紀大了 就不是那麼好 bene 第四樣樣便是 穿上衣 上身 Aa 通常要站在那邊穿 穿上身 坐在那又來到 沒整個問題 但是穿褲呢 千萬不要穿著 穿 因為穿上褲 通常要有兩個褲童 對不對 一定要拿起一個腳 那另一肩腳 一彎不穩困 就合倒了 所以穿褲记住要坐着穿 如果坐着不行,你还是扶着 千万不要站着穿褲,是非常非常坏的 第五件事,当你睡觉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未起床都会在床上做一些拉筋或者热身的运动 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你将两只脚固定 然后把两只脚固定,向左向右,慢慢摇摇 好处就是让你的人慢慢温暖 不要突然这样起床,转身记住 起床的时候是打側身 如果女士知道我说什么,你生孩子的时候也是 肚子很大,你要打側起身 第六件事,要注意一下 身体,很多人觉得 我以前年轻时,腰很漂亮,很细小 现在又有肚腩,又没有了腰 你不要经常做太多另腰的运动 因为脊骨或者各样东西,拉起来就没有不好 还有,做运动的朋友知道我说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向前走,一天走一万步很好 但原来很多人是喜欢向后走的 即是他们说,向后走有个好处就是 会帮到你的血液循环 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向后走 这个尽量不要再会跌倒 我都说了,不要屈腰拿东西,不要突然起床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去洗手间 不要坐太久,不要太用力 即是说,你早上吃麦片,吃多些蔬菜 帮助高纤维 还有记住,不要出汗 对着风扇,对着冷气吹 还有不要喝这么多冬的东西 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好,我们听一首歌好不好 这首歌好听的,叫冰天的太阳 好了,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遜言 feelings心 能遇见到你像冰天的太阳 从此分下的冷暖里, weather 就算冰心的云门, YOUR冰天的太阳 语言妮业,觉得明亮的太阳 总是风hhh的月来 都尽敝回事,希望 真的 io所幸민 emp мужч 我哭哭你倾天 或是着酸你月光 或是着今生月光 或是波浪弹大声歌 暗风吹 暖夜飞 传呼发月光 月光 因你用真爱 真伤月光 仍然可有月内的天日 似你当天窗 热唱的面灵灯 从我身的恨梦 全焦与我伤尽 仍遇见到你倾天的太阳 从此不怕夜能有迷惘 就算命上悲恋 永远落天荒 从事方一月光 逃终赞见希望 全埋理恨 顾着我 轻意望 你倾天 或是着酸你月光 或是着今生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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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波浪弹大声歌 暗风吹 暖夜飞 全部翻轿我跳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